DSE 2021 ICT 庇伙问你MC 第二题 这一题去年只有42%的学生答对 这一题问关于8bit Tools Complement的加数 就问你下面1234 哪个加上之后会产生overflow error 首先我们要了解在什么情况之下 两个数商家都会产生overflow 第一两个正数商家有机会 第二两个负数商家有机会 如果一个正一个负加上是没有机会有overflow error 为什么呢因为一个正数一个负数商家 它们会互相抵消的 它不会产生一个很大或者很小的数 另外根据8bit Tools Complement 0行头就代表正数 1字行头代表负数 所以这四个加数 第一条就是正数加正数有机会overflow 第二题正数加负数这个是没有机会overflow 第三题负数加负数有机会 第三题负数加负数有机会 第四题负数加负数都有机会 所以这一题答案一定不会是B的了 只要是A、C和D 另外8bit Tools Complement 最大的正数是正127 最小的是-128 所以这里这个范围 就是我们能够表达到的数字的range 这个范围以外的地方 全部都会是overflow error 这里还有一个公式 127就是2的8-1次方-1 8就是Number of bits 而最小的负数就是-128 公式就是-2的8-1次方 然后我们逐个看看 A、C、D加起来 会不会产生overflow error 即是出了个数字大于127 或者小于-128 所以我们写了这些数字的位值 第一个数是2加4加16加32 加起来是54 第二个数是4加8加16加32 加起来是60 54再加60加起来都是1、1、4 是小一个正1、2、7的 所以这个是并没有overflow error 好,接着我们用相同方法 check第四个 第三个留给大家check 留意这个是1行头的 即是负数 Tunes Complement有个折径 如果是1行头 我直接可以把这个位置写成-128 这个是-128 后面的1是一个正数位值 所以这里就是2、8、16、32 这里就是4和64 这里你加了它 这里又加了它 这个-70 后面那个-60 -70加-60等于-130 这个小个-128 所以这里就产生 Overflow Error 所以第六个答案是D for Dog